嗨,大家好,我是道佑 重訓時該怎麼呼吸 一直都是很多新手常見的問題 到底什麼時候要吸氣 什麼時候要吐氣 訓練的時候該不該憋氣呢? 如果呼吸控制不好 除了容易喘,身體容易缺氧以外 還很容易因為較大的重量 導致身體受傷 過度的憋氣,體內壓力過大 也會發生暈眩暈倒這些狀況 造成訓練的危險 那到底應該怎麼呼吸比較好呢? 我會建議依照訓練動作跟強度來區分 如果我們今天訓練的重量比較輕 每組會做15下以上 你訓練的動作可能是一些單關節的動作 或是機械式的動作 這類動作對你的核心負荷比較小一點 我會建議你順暢的呼吸 並且配合你的動作頻率 離心的時候吸氣,向心的時候吐氣 只要維持好呼吸的順暢 訓練這類的動作大部分沒有什麼問題 接下來是比較大的重量 每組8到12下甚至更重的重量 而且這些動作是會直接給核心壓力的 像是深蹲、一舉、臥推、滑穿 這時候呼吸就不只是順不順而已 而是我們要刻意透過呼吸來保護我們下背 我們的核心就像是一條輪胎一樣 透過將輪胎充飽器 它就會產生很大的張力 甚至一兩噸的汽車都能撐著起來 或是像一顆充飽器的籃球 好幾個大男人一起用力壓也壓不破 充飽器的核心可以提供給我們強壯穩定的軀幹 當我們在做比較大重量的時候 它就可以起到保護我們下背的功能 吸氣的時候我們不只是把充氣吸到肺部 而是要讓空氣充滿我們的腹腔 在我們吸氣的時候肩頸放鬆 用鼻子慢慢吸氣 要感覺整個肚子和後面的腰部都鼓起來 你可以透過握肢屈膝 練習用鼻子吸飽器充飽核心的感覺 當你成功吸飽後 你應該會覺得你的軀幹像一顆很硬的球 整個很堅固 掌握這個技巧就可以運用到訓練上 當我們在重症的過程 應該隨時保持身體內還是有氣的狀態 我們不可能做一整組的時間都在憋氣 但是吐氣的時候也不能把氣完全吐光 身體完全沒有氣的話又會失去張力 所以我們要練習慢慢的吐氣 稍微釋放掉體內的壓力 就像一顆籃球 如果它破了一個小洞 雖然是會慢慢漏氣 但是它並不會馬上失去張力 還是會維持硬度一段時間 我們也要利用同樣的方法來呼吸換氣 每一次吐氣的時候不要把身體的氣吐光 還是要維持兩到三層的氣在體內 我們以深蹲為例 如果今天蹲的是五下以內的大重量 當我們要下蹲的時候 先吸氣然後憋氣 穩定好我們的核心 接著往下蹲 在下蹲的過程中我們都憋氣 一直到起身站直後 我們再進行吐氣 吐氣的時候不要把氣完全吐掉 因為這個時候重量還在我們身上 我們還是需要強壯的核心來扛住它 這個時候我們要運用慢慢吐氣的氣場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發出濕濕的聲音 將舌頭頂住上顎 慢慢將氣吐掉 接著再重新吸飽氣進行第二下 如果你在下蹲要起身的時候 真的覺得體內壓力很大 也可以在起身的過程中稍微吐氣 如果你做的不是大重量 而是一般8到12下這個區間 而且你想要連續操作 讓你的肌肉有充血的感覺 那一樣可以利用離心吸氣 向心吐氣這個原則 但是要記得 先讓腹部充滿壓力再開始 一樣以深蹲為例 我們先吸飽然後吐掉一些 接著在下蹲的過程吸 起身的時候吐氣 掌握這些技巧 訓練的時候就可以透過穩定核心 跟軀幹來提升訓練品質 並且減少下被受傷的機率 不過學好呼吸不代表就是無敵的 核心力量不夠的時候 還是免不了會帶場 這個時候不要急著一直上重量 先讓核心的力量跟上四肢 不要急著一直加槓片 如果挑戰個人極限跟紀錄的時候 也可以考慮上個腰帶 在你核心的外面加上一個更硬的外皮 讓你更加穩固 也是一個減少你受傷機率的好方法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影片的話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也可以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FB 我們就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